首先我要吃 我真的不是在厕所里面吃屎哦 我没有这么干 好不好 你们不要去造谣 全公司现在最有意识是你 你们应该很多人见过这个东西了 网上说这是一饿的幼虫 分布比较广泛 是全球性的储物害虫 不是外来入众 我的妈呀 这里更多哦 长得像窥垂直 快吃的 仿垂形统巢 读对了 蛮虫就长这样了 好多哦 这里还有 35天到40天就可以浮夸成蛮虫了 慢的话它两三年都可以是这种状态哦 有点牛逼 以羊毛毛发皮毛羽毛动植物残骸为实 图书馆博物馆可能就比较怕这个了 会危害到那些标本 大家也不用怕 这个东西它不咬人的 它在一位附近我能理解 但是它为什么在厕所呢 它也喜欢吃哈哈海的吧 一日三餐没烦恼 熄熄夜夜的地方它就容易有这个东西了 就 熄夜窝 这个应该还没有变成虫 像这种缝隙的地方啊什么 或者像鸡脚咖喇的那地方就可能会有了 你看 哪哪哪哪哪 刚说完全部都是干的 里面还有虫子的 它没有虫子的 是很明显的 它搞像挖葡萄一样 你看一大串 沙发的上面就有了 我打爆鸡 我就不给你们打开了 毕竟我也怕 完全杜绝是不可能的 说这个害虫是我们给它的定义 其实没啥的 但是该处理还是要处理的 总不能任由它损坏你的衣物啊 什么的吧 对吧 地球毁灭了以后 我仍爱你爱的不是天高地哦